年底前車市交易回溫 不少豪華進口車在今年11月 新車領牌數量已經超過了去年總和 而現在不只買車 像是展示中心硬體設備 也要比照國外總部 有車商打造專屬長型跑道來放車 還有車商為了電動車 打造環保潔能的專屬空間 甚至瞄準台灣人對豪華車市接受度 車商再拼服劇點 打造全功能的展示中心 還增加20個據點 玻璃圍幕外牆 上千平衣三層樓的展示中心 豪華進口車年底前再拼車市 年前衝刺新車銷量 不只瞄準台灣人豪華車市接受度 硬體設備空間也更升級 打造快速保養專區 一小時就能把車子保養完成 全功能的展示中心 比照國外規模 精心設計的專屬休息區 點心茶點隨意你用 以前來了不會想坐久一點 現在會想要坐久一點 不只有售後服務區 像這樣子三層樓 都有新車可以來賞車 甚至還有休息區讓民眾來休息 像這樣的展示中心 明年還要增加20個 擴大服務據點能更貼近民眾 還有像是這一間豪華車 本來今年業績就成長 再下一城布局特地為電動車打造專屬空間 油價下跌業者強推環保節能概念 不只打造專屬木質地板搭配藍色壓克力牆面 奢華空間不只讓電動車銷量再拼出業績 更要在年底第四季車市回溫下拉攏實戰 還有這一家國際車商市資2000萬打造 長行跑道展示中心 意味著準備要出發 放了9台車款 就是瞄準台灣人對豪華車市接受度提升 豪華進口車市交易回升 儘管有出現M型化消費趨勢 但根據最新領牌數字 累計到11月中 賓市寶馬還有林志 新車領牌數量都已經超越去年整年總和 從車款車市現在車商 軟硬體設備兼具 豪華車市場車商火力全開 就是要準備年底充買氣到明年 記者瀏覽横林東銘 秋子玲黃淑 台北 全部都